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我不說《落報》是《落報》的討論平台 今晚也是做兩輯直播 第一輯是現在做 稍後九點半 另外一輯 現在這一輯我們想講講近日特金會 朝鮮 即北韓的領袖 金正恩 有些用委員掌 今次也稱他為主席 他在新加坡和美國大國總統特朗普相回眠 那個效果是怎樣呢 大家暫時知道很皮膚的事情 效果是怎樣說不到 但表面怎樣呢 我們看電視直播 我們看過了 握手的歷史一刻 我們看到的 跟著聊了三十多分鐘 之後加入了雙方的一些高層 一起是兩國的簡單會談 輝哥我想也看到電視直播 以前的重播 這次很突顯了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從政 而且一從政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大家都在看他從他競選的言論 到近這一年所有的處事方式 大家都當是看一個表演一樣去看他 但都有實質的 起碼我覺得震撼性是有的 不過不及當年尼克遜去訪華見毛澤東 因為顯然當年的中國大陸神秘 但他是大國來的 怎樣都比朝鮮、北韓大規模很多 毛澤東的影響令得肯定 是比金正恩強很多倍的 這次我想習金會 關鍵就不是說 特金會 特金會 不是說這個國家的size有多大 關鍵是這個國家對於整個世界 尤其是在亞洲的影響 而且他是美國整部策略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可以看到 美國大家都覺得他對中東很重視 比如他對伊朗、黑問題 那些很重視 但是我們感覺 在特朗普來說 在最近的表現 他對亞洲的興趣軟大於中東 所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有些朋友會想 六方會談 那不是六方參與 俄羅斯、日本、中國都沒有參與 但是也會有些問 中國的影響很大 因為當年韓戰中國有參與 為什麼今次不見有中國參與呢 我覺得美國佔的份量顯然強些 是因為美國在南韓 他有所部署 有軍事的部署 就是最近還有薩德系統 但是反過來 中國就在北韓 是沒有同樣的軍事部署 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美國的地位在這方面 是突出過中國的 我不要說他是重要的 是突出的 起碼 今次還有一件 就是完全 南韓的高層 是沒有直接參與這件事 也都不應該的 因為兩國會是突出 有些是他們兩個談的 而南北韓 一早已經有兩次元首會會面 兩次都是金正恩和文在寅去經濟 也都希望將來文在寅再回訪北韓 今次也都有了 金正恩就會希望特朗普日日去北韓 如果去呢 這個也都會很轟動 特朗普今次的招數 我覺得大家都差不多捉到他條路了 差不多是這樣 是一個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是他會說一些很誇張 或者是令一些很震撼的前提 然後將這個前提 可能因為某些他想達到的目的 他達到是不是百分百呢 未必 他就會將他想在心目中 設定那個結果 或者他講出一段說話的願望去到哪裡 他就會再出招了 我和你都不是專家 是專家分析身體語言 怎麼樣特朗普在後面拍著金正恩的背後 就是表示他推著他走 我覺得這些真的很荒謬 但我敢說荒謬 就是因為呢 反過來 兩個都是同樣的動作 只不過你看了一個鏡頭 另一個鏡頭你沒有看 大家要注意一個問題 就是特朗普本身呢 就是那個人都很會約 就是參加 不知道多少次的會談 當然不只是政治 在商業裏面的會談都很多 是 國家和國家的情況不同 但是有一件事呢 大家真的不要忽略 他其實是一個演員 他那個 You are fired 那個節目 其實他做了很久的 就是飛黃騰達這個節目 做了很久 很多一輯的 其實他都沾染 或者他沾染了在那個 電視上的表達方式 加上他個人的特性 所以你現在覺得呢 你去看特朗普呢 你不論他和誰回答 你都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節目來的 你覺得這樣 美國總統說話很有魅力的 在大陸 如果你去書店 你會見到很多 英文的書 甚至中英文對峙的書 就是美國一些名人演講的 其中名人最多就是總統 就是由林肯 到現在的過程 包括有布殊 奧巴馬 特朗普都有 他們講的話呢 是很有語言的魅力的 一方面他的身份問題 另外就是他的歷練 他的身份會令到他講的話 或者對於一件事件 大家會是 的翠綿性增加 還有很多時候 那個決定整個局勢 就是在他們發出的言論當中 背後的意思 但我講自己的看法 我看直播 我就會這樣想的 會不會中途出現一些不信呢 因為你人看的東西 是有擔心 不是想看到 等於我看賽車 我不希望看到撞車 我希望看到順利過了 第一關 經過普京灣 全部過了 然後你才刺激 才多車 撞了 撞了一下子 而且做人不要黑心 不要望看撞車 但是我擔心 如果兩個有什麼 吵起來 這個新聞 但是最後 信了 這個得好 信了 就好的開始 成功的一半 北韓有句話都講得差不多 好的開始 就是有好結果的一半 差不多 我想這次大家對於這個會談 是有特別的趣味性 在哪裏呢 因為這兩位的領導人 都是大家會覺得 就是他會做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的決策 是會突然之間 是很特別的 而不是說 按照我們所謂的 一般的政治家 那個常規的出牌 不是的 所以大家呢 很希望看到他們爆肚 正所謂 你現在好像 看大 順利就是我講 就是吵起上來 是不是 就是不像爆肚 還要爆火 所以大家很 因為你預計不到 譬如你現在看歐盟 或者看其他 包括東盟 那些會議 你覺得行禮如儀 當然是這樣的 集賣牌 你相信一定看那些爆火 就算不是直播 爆火包括王毅 中國的外長 去到加拿大 曾一何時有一次 記者問他的問題 他就馬上哔哩巴 直接去省那個記者 你來了中國沒有 你有什麼資格說 其實不需要這麼爆火 就是有些風度 我這次覺得呢 這個金正恩 他不錯的表現 我形容他 不差得過 李克強總理 去外訪 那種風度 又或者 他讀過番書 喝過鹹水 是吧 他和他妹妹 都讀過番書 這個對他都有幫助 亦都可以 跟特朗普說幾句 Mr.President 他說 我今天很高興和你會面 I would like to meet you 很高興 這個都是因為他讀過番書 有這個淡定 我想呢 反而是個人的性格 還有他 由小時候 一直受到他整個家族的政治氛圍 你在一些有聲的 尤其是表達了 阿金金 他那個聲線 即是他的聲線 其實和他的外訪 他的聲線是不錯的 是有點差異的 即是大家覺得 那個肥仔 聲線就不應該這麼 粗狂的 直嬌 高的 是 他就是 不知是否專門叫到聲 可能他開會 就叫得多 那聲線 其實呢 就增加了 他的說服力 但他很斯文 跟以前大陸 因為模仿領導人多 以前沒有咪 沒有咪 變成他有咪 他就大聲說話 還有以前說話 那些人可能黑眼睡 到最後 你見大陸人很流行 我說話 原來 其實不需要這樣 很老套 所以在整個會談 我們會看到 有時我反而 反過來 他未必一定 因為他在瑞士讀過書 所以他 因為其實 瑞士和一個政治 未必一定 勾上關係 就是這樣 我絕對相信 在瑞士讀過書 從來都未出過國 一腳牛屎 是差很遠 會不同的 因為所謂見過世面 有些人 我絕對不是崇洋 有些人見到外國人 有兩個表現的 見到一些所謂低端的 他們會怕 見到高端的 他們可能會有少少自卑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你接觸過 這些人經常 或者交往 即正是 你會覺得 都不會說 放下很怕 或者很害怕 和這個人害怕自己 是低人一等 所以這個都是有幫助 而且反映到的 今次金正恩 是有備而戰 她的心 是想了一套 她說 就說她在心中的一件事 即不是一路說 一路在害怕 這樣 聊天 聊完單對單的 開會 你都覺得她的表現是可以的 因為我相信整個話題 都是給金正恩 給分她 對於她是很有利 因為你看整個內容 好了 譬如我們說 無核 或者將戰爭狀態中止 搞好經濟 你看看那三件事 當然就是說 你解除武裝 解除核武 可能對她有危險 但是很老實說 當你選擇去這個會議的時候 已經是有解除核武的意願 它影響到其他事情 包括後來特朗普都說 美韓就不用花在軍備上那麼多錢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不僅是錢 因為美國一個這麼強的國家 是由於幫人家 他的國民當了兵 在其他地方死的相當多 你做美國人 你都不希望你的子女死 所以其實在整個題目來說 是給金正恩很大的發揮空間 而且老實說 他能夠跟特朗普兩個去會談 其實是將他抬高了在國際地位 是很重要的 老實說 你說特朗普特意坐飛機 去到新加坡和你聊天 當然人是平等的 這個也不一定是因為這樣一次是對等的 但也看得出 就算是美國他這麼堂堂正正 一個高層的總統 他也是實事求是去做一件事 這次對他的選民 我也是交到成績表 如果希拉莉去做 未必有今天的 我猜想他這樣 金正恩也知道自己的位置 價值在哪裏 譬如幾方面的關係 金正恩第一個 他已經跟南韓 建立了最低限度 一個互信的關係 他這個恐慌或者擔憂沒有了 另外一樣在中國的角度 你說他跟特朗普的會談很清晰 會談之前也有些變化 接著會談之前那幾天 又會跟習主席兩個沙灘漫步 見完面又去多次大連結 你覺得這樣 並不尋常 你覺得這樣 其實由頭到尾 金正恩也不是說玩泥沙 他很重視 和文在寅見到兩次 和習近平都是兩次 所以我們評論政治實事求是 不要只好似香港那些稀笑露罵 金正恩他拚啊 這邊拚什麼利益 那邊拚什麼利益 作為一個元首 為自己的國家 以致國民 謀幸福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不是叫拚 但是也都要有道理 有道理 大家談得對 然後才為到你的國民去爭取 事實上 現時北韓 很多人民的生活不是那麼好 但如果能夠化解到 大家都不用憂慮戰爭 齊心合力 搞好那個氣氛 令到朝鮮半島好些 我想南北韓都可能會走近一步 以致將來 是否有招好似舊時的東西 可以這樣呢 不可了 很多人會認為 北韓對於中國 是被南韓的影響 或者被美國的影響 是一個屏障 或者一個前哨 所以就不斷去支持北韓 當然他支持北韓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現在呢 這是因為歷史的問題 也變成有歷史的包裹 地理為止的關係 以前 50年代 上世紀50年代 因為韓戰的原因 中國也是對北韓 供應了很多的東西 支持了很多的東西 成為了一個慣例 但是如果北韓 是能夠健康成長 這也是好事的 正如越南曾經越戰 大陸都幫了他 但是70年代的時候 哇 越南是反骨仔 中國打回頭 攻去亮山 亮山是別人的國境 但是國際上 沒有太多人指責大陸 因為覺得越南事實上是反骨 現在呢 其實在中國的角度 會不會認為 在中國的角度 會不會認為 可能北韓以後 不是為我專屬 或者都會 面對現實 正如現在大陸 一路改革開放 美國都要面對這個現實 它越來越強 但是初頭 在70年代 尼克遜訪華之後 美國都幫了大陸不少 日本也都幫了大陸不少 有些東西 不是完全敵人的 我們又看回 今次南北韓 如果能夠和滿一點點 我相信最開心的是日本仔 因為日本仔的發展一直都是不錯的 經濟 他如果計人均 他當然好過第二的經濟體 是吧 就是好過中國的 如果是能夠和平 又不怕被人有個導彈 炸過來的時候 他的發展可以穩定 其實我現在再看 中國未必是覺得不高興的 現在在香港很多的評論 就說中國可能少了一個附庸國 我覺得未必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難道我們永遠處於一個戰爭狀態 我們會開心嗎 不會的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萬一核戰 或者是核洩漏 不要說核戰 對於我們整個東三省 都是有問題的 最緊要大家的關係好 你想想 如果將來有這些人 大陸變得好比美國 北韓變成像大陸一樣 它成為一個貼近的經濟體 不要說第幾 就像北小哥 大家做生意而已 我行 大家互為 這個也是大家表面說的口頭說話 互贏互利 你搞一帶一路都是為這樣 所以我們如果只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次總體來說 是正面的東西 是多過負面很多 所以不要計劃 誰是一面倒的贏卡 有時候可以幾個都贏緊 幾個當然 為了贏 又要付出一些代價 輸一點點不要緊 只要大家搞好自己國民的生活 人民得益 這就是了 這次我覺得美國 尤其是特朗普 做了一件很好的示範 甚麼叫真正的唯民主義 他不會跟你說其他 其他事情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做了之後 對美國有幾大的好處 具體的好處在哪裏 那你就等著了 等著買將來朝鮮出的手機 或者到時他出過朝興 即大陸有中興 他有個朝興 他又買大陸的芯片 這樣也不奇怪 這件事 科技一日千里 我覺得是指日可待 始終希望一句 亞洲能夠穩定 我們所處於的澳門都好些 多謝輝哥 謝謝 Thank you 謝謝 讓我八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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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